四川男子沉迷造娃,16年狂生11个,直言存钱不如存人,这个后悔出生的孩子名叫何军辉,出生在有11个孩子的家庭里,令人吃惊的是,何军辉父母并不是腰缠万贯的富豪,只是四川贫困山区的其中一户,当今社会,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,就算是结婚要孩子,为了给孩子好的教育,根本不敢生二胎。 可是,何军辉的母亲张姓子,却因为丈夫的一句,存钱不如存人,多子多孙是福,等孩子大了就能享福,就被忽悠的一个接着一个生。 创造了16年生11个孩子的神话,坚信多子多福的张姓子夫妇,有没有因为孩子生得多,就过上享福的日子,为何长子直言宁愿没出生,如今有没有改变想法呢? 订阅惊奇意识馆,带你走进今天的故事,1995年,20岁的安徽女子张姓子,在村里人的带领下,来到发展不错的上海求生,因为小时候发高烧烧坏脑子,张姓子反应总是比别人慢半拍,因为这个毛病,张姓子并不受父母待见,成年后,就被父母赶出去打工赚钱,张姓子到了上海后, 根本找不到赚钱的体面工作,只能出卖劳动赚辛苦钱,脑子反应慢的张姓子,即便是吃了亏,也反应不过来,到上海一段时间后,张姓子终于找到了一份在工地上做饭的伙计,从一睁眼就要开始喜喜切切的张姓子,生活得很不容易,来工地上干活的,都是男人,很少见到女人。 张姓子这样的年轻女孩,更是罕见,因此,张姓子来到工地没多久,就引起了不少工人的关注,其中一个名叫何鸿的男子,对张姓子照顾有加,不仅经常帮忙干活,还会给张姓子送老家的特产辣酱。 没多久,张姓子就答应了何鸿的追求,甚至不介意何鸿比自己大十岁,而何鸿目的也很明确,不愿意被叫老光棍跟张姓子在一起后,就对张姓子画大饼。 我想把婚事办了,上海讨生活不容易,咱们结婚了,就回我们老家四川生活,一定不会让你受苦的。 沉浸在何鸿的温暖中,自然是答应下来,可是到了何鸿老家后,张姓子傻眼了,何鸿根本办不起一场像样的婚礼,家里破败不堪,连一样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 除了家境差之外,何鸿还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街溜子。 像何鸿这样的年纪,别人早就成家立业,孩子都会打酱油了,何鸿之所以拖到三十岁没结婚,就是因为何鸿早早辍学后,一直在家啃老,不出去工作,整日无所事事,因此没人给何鸿介绍对象。 何鸿之所以到上海打工,就是因为受不了周围人的指指点点,才想着出去打工的。 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的张姓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了婚,根本不知道结婚只是自己噩梦的开始。 张姓子嫁给何鸿没多久,张姓子就发现自己怀孕了,结婚的第二年,张姓子生下了一个女孩,取名何川辉,刚刚生下孩子的张姓子,何鸿就对妻子说, 你要给我生个儿子,我不能没有后,会被村里人戳几两股。 对于丈夫的要求,张姓子自然是没有不答应的。 女儿几个月大的时候,张姓子又怀孕了。 得知妻子怀孕的何鸿很高兴,可是张姓子的日子却高兴不起来,何鸿婚后曾经的坏毛病。 全部爆发出来,张姓子一边要照顾女儿,一边还要做家务,整个孕期过得非常的艰难。 好不容易生下的一个儿子,也就是长子何军辉,本以为自己的日子就能好一点,可是张姓子并没有如愿。 当时生下一儿一女的张姓子,也听到了国家响应忧生忧郁的政策,为了响应国家号召,张姓子就跟何鸿商量。 我想去县医院带个环,咱们已经有一儿一女了,听到张姓子这么说,何鸿大发雷霆,存钱不如存人,你懂不懂,多子多孙是福气,等孩子大了就能享福。 脑子反应慢的张姓子,瞬间被丈夫的谬论给忽悠住了,不仅觉得丈夫说得对,还为了多生孩子,肚子基本没有闲过。 在家下来的日子里,张姓子几乎生完一个,就马不停歇的怀上第二个,结婚十六年时间,张姓子足足生了十一个孩子,如此高产的张姓子,自然是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,当时国家还在倡导计划生育,超生是需要交罚款的。 根本交不起罚款的何鸿,直接耍起了无赖,每次有领导上门时,何鸿都会凶狠地对抗,要钱没有,要命一条。 信奉多子多福的何鸿。 成功忽悠了张姓子,为自己生下七个女儿四个儿子,尽管孩子生得多,可是何鸿一家的日子却过得艰难,一般家庭养两三个孩子都要考虑口粮问题,而何鸿跟张姓子足足有十一个孩子,每天一睁眼,就要为吃什么发愁,主要是家里吉姆弟,根本喂不饱这么多张嘴,每次张姓子做饭,都是煮一锅粥,然后一家人围在一起喝粥,这样的日子,一坚持就是一二十年, 好不容易到了大女儿二十岁,就跟母亲张姓子一样,被催着出去打工赚钱,何鸿一其实初中都没读完,就因为没钱上学出去打工了,二十岁的时候,何鸿一跟着村里人到外地打工,第一个月,何鸿一就给家里寄了几百块钱,虽然这笔钱不算多,但是何鸿夫妇却很高兴,何鸿更是一脸得意地对张姓子说, 看吧,现在女儿大了,我们就能看到回头钱了,我们有十几个孩子,将来享福的日子还在后头。 却不想,何鸿一的工资只是按时计了几个月,突然有一天断断了,何鸿夫妇着急得不得了,结果发现女儿的手机根本联系不上,就在何鸿着急的时候,何鸿一的朋友打来了电话,原来,何鸿一被确诊患有精神病,被拉去精神病院治疗了。 瞬间傻眼的何鸿夫妇,只能把女儿带回了当地的精神病院治疗,直到这个时候,张姓子才知道,因为家里孩子太多,何鸿夫妇只能散养孩子,从小在家照顾弟妹的何川辉,十分的自卑,在学校的时候,也经常因为身上散发的意味,被同学指指点点。 敏感脆弱的何川辉,在这样的环境中,早就崩溃了,大女儿被养肺掉后,何鸿还心存侥幸,自己还有十个孩子,总有几个出息的,好日子还在后边,却不想,真正的灾难马上来临。 2016年,滕南镇三台村村民何复海做梦也没想到,自己不过是操持了一场庙会大宴,竟然把自己的小明都搭进去了,而且对自己动手的居然是施舍多年的本家侄子何鸿。 究竟何复海做了什么,为何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,何鸿现状如何了呢? 2016年三台村庙会这一天,何鸿带着自己一家十几口来到大席地点,本家唐叔何复海对这个家徒四壁还沉迷生子的侄子,自然是多了一份照顾,何鸿一家在村里并不招人待见,即便是庙会这样的大日子,也没人愿意跟何鸿一家坐一桌,于是何复海就在一旁给何鸿一家单独设立一桌宴席,面对唐叔安排。 占了便宜的何鸿自然感激,本来书纸感情挺好的,结果坏就坏在,何鸿是个贪卑的,当时何鸿带着一家层层庙会大席,家境不好的何鸿一家,刚刚上桌就暴风吸入,几秒一盘菜的速度。 引来了村民们的侧目,本来何鸿一家单独坐,跟村里人也算是相安无事,结果何鸿这一桌都还未成年,只有何鸿一个人喝酒,不知不觉间,何鸿就喝醉了,喝醉旧的何鸿依旧觉得不过瘾, 又跑去找唐叔何富海讨酒喝,看着何鸿没脸没皮的举动,何富海直接拒绝了,吃饱赶紧回去吧,耍什么酒疯,丢不丢人。 本来何鸿对于这种话根本不在意,结果因为酒精的作用,何鸿直接爆发了,借着酒精抓着何富海不依不饶,看着两人扭打起来了,村民们纷纷赶过来拉架。 这个举动直接惹恼了何鸿,觉得自己被村民们孤立了,趁着现场荒作一团,何鸿当即从一旁抽出一把菜刀,对折何富海就砍了下去,倒在血泊中的何富海,一身是血的躺在地上,刺目的星红,让原本癫狂的何鸿彻底清醒,可是一切都晚了,倒下的何富海早就断了气,甚至没来得及说一句遗言。 案发后,何鸿被警方带走勘押,何鸿被带走了,张兴子彻底没了主心骨,为了把何鸿救出来,张兴子带着全家人四处奔走请愿,但这毕竟是一起人命案,张兴子的请愿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,最终何鸿还是被判处无期徒刑,下半辈子都要在监狱中毁过自新了。 实际上,何鸿坐牢,只是张兴子悲惨命运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,常年的劳作,疯狂的生子,张兴看起来十分的憔悴,最扎心的是,哪怕是何鸿没坐牢之前,何鸿夫妇拼尽全力地干活,一家人照样吃不饱饭。 为此吃饭就像打仗一样,原本何鸿破败的家,也在风吹雨打中,成了微房,这样的房子,就连穷苦的村里人都不愿住,但何鸿总是羞羞补补补,根本没钱起新房子。 除了住宿条件极差之外,何鸿家的十一个孩子,从小就受紧白眼,因为没钱,张兴子只能一分钱掰成几半花,家里的孩子几乎没穿过新衣服,都是大了穿不上了,穿给下一个。 也因为家里孩子太多,最先享受家庭资源的长子何君辉,对于家庭和父母充满了仇恨,何鸿被关进去后,何君辉很是冷血地说,我宁愿没有出生。 忙于生计的张兴子,对于孩子的卫生问题也十分疏忽,导致孩子们到了学校,浑身上下臭烘烘的味道,直接劝退了小伙伴,忍受了十几年时间,原本的房子还是发生了坍塌,何鸿一家只能在老宅旁边,搭了两个帐篷暂时居住,因为岁月的搓磨,大女儿的精神病,张兴子根本看不到多子多福。 孩子生活了能享福的一丁点影子,而不负责任的何鸿为家里做的最大的贡献,就是把自己坐进监狱后,当地媒体报道了何鸿一家的现状,相关部门终于出手,不仅给张兴子和孩子们。 找了一百瓶的安置房,还为张兴子一家办理了低保,尽管拿着低保,只是勉强维持生计,但张兴子十分知足,相比于曾经的废墟环境,家具齐全的新家,简直即使天堂。 接受改造的何鸿,在狱中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不仅主动给家人写信忏悔,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执着,让妻子受尽苦楚,让孩子们因为自己的无能被人嘲笑,并且告诫孩子们一定要好好读书,千万不要重蹈覆辙,尽管最后何鸿幡然醒悟,可是大女儿已经被逼进了精神病院,大儿子也对家庭充满仇恨。 似乎一切为时已晚,在忧生忧郁的当代,生孩子还是量力而行为好。